歡迎收看今天的新唐人財經新聞 新聞一開始 首先帶您看到股市 外國昨天首次面對面停戰談判 雙方都釋出善意 紐約西德州原油期貨 盤中一度重挫百分之七點一 跌破每桶一百美元 美股中午早盤四大指數是全面走洋 道瓊和標普五百 連續第四天上漲 道瓊市一度攀升超過四百點 而標普五百指數是上漲百分之零點九 美股四大指數走洋 也帶動臺股大漲 加權指數是收在一萬七千七百四十點五六點 上漲一百九十一點九點 三大法人買超兩百九十九點六四億元 好 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談判 雖然未能達成停火協議 但為兩國總統之間的會晤 帶來了可能性 俄羅斯就表示將大幅減少在基輔附近的軍事行動 也強化市場的樂觀情緒 減輕了對大宗商品供應前景的顧慮 導致鋁價下跌 原油價格走低 黃金價格也走弱 好 現在俄烏局勢呢 傳出雙方有和談契機 雖然尚未達成停火協議 市場避險的情緒已經是稍稍下降 我們請教資深分析師江浩農 請教您大宗原物料市場的未來走向 可以觀察哪一些面向 尤其在很多國家 針對原油 關鍵金屬等物資 供應鏈是求安全來提高庫存 這波原物料價格下滑是可以維持多久 請教您看法 好 我想我們可以看到 從昨天這個和談 其實有露出一點曙光的這個消息來看 其實很快反映在整個雲文料這個市場 大多份的這個大宗商品的雲文料 是一樣都呈現下跌的這個態勢 當然這主要的原因 其實我想還是之前大家因為 擔心這個戰爭可能會拖了很久 甚至說很有可能接下來 之前的一些制裁可能會再升級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相關的一些這個原物料 特別是像在這個能源方面 像石油 天然氣等等 其實之前這個漲步都進來非常的高了 那所以我想要是說 接下來我們開始往這個 和談的這個方向去走 實際上這塊的這個商品 實際上它的這個價格 還有在往下修這個空間 特別是以這個石油來看 我想我們後續可以關注幾個點 第一個是這個伊朗的這個 和協議的這個談判 目前這個談判已經來到這個尾聲 目前市場也是預期的 接下來這個談判可以讓這個 伊朗恢復這個石油出口 伊朗這邊假如是可以加入這個 石油的供給的行列的話 我想很快的話 我們這個當初 大家擔心這個供佈應酬的這個情況 可以稍微緩解 另外一點的話 我們可以看是這個OPEC OPEC實際上之前的態度 相信比較強硬 不過美國現在也打算要坐下來 跟OPEC這邊談 當然也交換的條件 可能是再多提供一些 這個保安區域的安全的這個棒棒等等 以OPEC這邊來講的話 每天目前的這個閒置產能 還有400萬桶 所以這邊的這個產能 它是開出來的話 其實我想這個接下來 對這個油價的這個衝擊來講 也會滿大的 所以相關這些原物料 我們認為實際上 目前大概處在一個 相對比較高的這個點位 後續要是說 開始這個局勢開始緩和 地緣政治的風險往下降的話 我們覺得這個 都還有在往下掉的這個空間 不過另外一塊的話 可能大家可以注意的是 這個軟線的這個原物料 特別是農產品 因為我們知道 以農產品來講的話 其實包含像烏克蘭跟俄羅斯 實際上都是這個 小麥的這個出口的這個大國 那實際上以這個播種的這個季節來講 一般都是在都在3到5月 即便是說現在我們可以很快這個和談 但實際上很有可能 我們會湊掉 今年這次播種這個時間點 那加上今年的這個氣候異常 所以我們認為 以目前這個情況來看 即便接下來開始往好的方向去走 不過缺糧這個問題 可能會延續到下半年 所以相對來講的話 我們認為這個硬性的原物料 包含像是石油 鋼鐵 鋰礦這些等等 假如接下來和談的話 我們認為有往下的空間 那相對的話一些軟性的原物料 比如說農產品 甚至一些相關的像肥料 農聚機等等 我們認為今天我們相對是比較看好 這個產業的表現 好 謝謝分析師 另外來看到 俄烏戰爭已經造成了數千人死亡 數百萬人是流離失所 烏克蘭經濟部長西維里點扣 在臉書發文表示 烏克蘭因為戰爭遭受的經濟損失 國際已經達到了新臺幣16.2兆元 其中以基礎建設被炸毀 導致的損失佔比最高 佔了約新臺幣3兆4246億元 包含全長8000公里的道路 數十座車站和機場在內 都遭到戰火波及 來看到昨天 經濟部電價費率審議會首次出現了 擇級再審的情況引起社會關注 部分人士憂心在部長電價 不僅臺電的經營壓力倍增 也可能連帶影響中油氣價的調整空間 對此經濟部長王美花今天受訪指出 電價要等到國際能源局勢明朗之後 再做決議 而國營事業的營運情況 也會密切觀察 相關的油價天然氣 因為惡物戰爭的關係 波動得非常厲害 往往在一個月之內 波動就上下起伏超過50% 所以應該是在未來的兩三個月之內 就會再去做決定 我們國營事業的相關的 這一些的營運的情形 我們也會密切來觀察 那這個部分到時候 審議會下一次開會的時候 也會作為一個相關的資料 另外王美花指出 政府有很多努力來穩定國內物價 面對國際原物料通膨 政府可以做的一定會來做 蘋果公司股價週二 連續第十一天上漲 創下該公司自2003年來 最長連漲記錄 蘋果29日上漲1.91% 收在178.96美元 直逼今年1月3日創下市值3兆美元的里程碑 美元對蘆布週二一度升至1美元對82.9525蘆布 創下2月25日以來的最高水準 雖然之後回吐漲幅但已經逼近到戰前水準 分析指出有兩個強大動能支撐蘆布 一是俄羅斯將天然氣出口要求用蘆布支付 二是俄國出口商被強制將80%外匯收入兌換為蘆布 全球第二大貨櫃航運公司馬士基表示 中國上海實施防疫封城勢必會延遲送貨 推升運駕上漲 馬士基指出進出上海的卡車運輸受到嚴重影響程度 高達30% 封測大廠西平宣布與國立濟南國際大學舉辦產學合作 栽培在地人才 西平為中部地區最大封測廠 年營收約1078億 員工人數達2.3萬人 新唐延泰電視整理報導 來看到今天的產業動態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表示 四月將調新 半導體測試儀器廠天真新兵 美達科四月下旬將上會 另外美綠麥克風產品打入美系客戶 今年營收成長有望飆六成 電子紙綠色商品航 原泰董事長就表示四條產線 年底全部開出產能將增加四倍 好 台積電董事長劉德英 今天是出席台灣半導地產業協會會員大會 他受訪時表示 上海因為疫情升溫採取分區封控措施 已經看到對智慧手機需求造成影響 對電腦跟電視的需求也有影響 不過車用高效運算和物聯網需求依舊搶進 台積電上海廠是有先接貨通知 針對人員的預先部署得以維持運作 據於調新 劉德英表示 每年調新會將通膨納入考量 今年調服 大家都會很開心 再來看到國發會今天公布 臺灣二零五零淨零排放路徑 以及策略總說明 包括二零二五年 步興建新的燃煤電廠 二零三零年風力光電 累積裝置容量要達到四十GIGAW 共有十二項關鍵的策略目標 到二零三零年預計投入預算 換近九千億元 國發會公布 臺灣二零五零 建林碳排陸進圖揭露未來階段 重要里程碑 二零二五年 步興建新燃煤電廠 二零三零年風力光電 累積裝置容量達四十百萬千瓦 二零四零年電動車 電動機車 市售比達百分百 立憑二零五零年 再生能源發電占比超過百分之六十 國發會主委主動回應外界關切議題 臺灣會不會因為推動近零碳排而確認 從我們的設計上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留有這個電力成長的空間 設定在差不多每年成長 大概從長期來講二點零 上下零點五的百分 百分比 這樣的一個空間 所以這樣來講的話 應該是足以企業界支撐 未來的這個持續的這個產業發展 或成長的一些發展 交通運據目標二零四零年全面電動化 交通部表示將從計程車開始推動 再來就是物流油物等車輛 加速電動化 也將加設電動裝 提升民眾便利心 我們會在相關的公共廠站 這包含了這個轉運站 或者是服務區 或者是大家在休息的旅館 甚至在公有的路外路邊停車場 我們大概就會攜手 跟各單位來推動 所謂電動裝的一個裝置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不會再用 所謂的禁售 這樣的一個手段 那會用比較這個補貼的 或是讓它這個外部成本內深化的 一個相關的一些做法 來促進這樣的目標的一些達成 二零五年清明轉型計畫 到二零三零年 預估將投入預算近九千億元 政府期待能源轉型促進經濟成長 預估將帶動民間投資 約四兆元以上 新唐人亞太電視 黃亮姐 張雲婷 台灣台北報導 好 根據國發會的規劃 二零二五年市區電動公車的普及率 要達到百分之三十五 二零四零年市售的電動車 電動機車要達到百分之百 台灣機車大廠光陽 今天舉行活動時 對於政府的規劃目標 也表示看法 那我們也看得到今年的 這個第一Q的市占率 其實在電動機車的市占率 其實比往年都成長 幾乎是一倍以上 所以我們還是很樂觀看待 整個電動車的一個消費的市場 至於說能不能達到政府的這個目標 那是有賴於政府的政策 廠商跟民間 大家一起共同來創造這樣一個環境 至於油價與電價的話題 廣陽行銷長林正勝就表示 目前看起來 台灣的電價還算蠻穩定的 油價受到國際局勢影響 波動起伏比較大 將有利於民眾選購電動機車 或是電動機車 好 台灣規劃二零五零再生能源佔比 要超過六成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誠 今天出席活動表示 希望台灣政府可以提早超標 並談言台灣往淨零碳排的方向走 主要問題不是在企業的意願 而是綠電不足 並認為這是全球化的問題 台灣無法獨善其身 整個台灣要往淨零碳排走 主要的問題並不是我們企業有沒有意願 而是台灣整體的綠能的供給不足 那這也不是只有台灣的問題 全世界的問題 其實全世界如果台灣一個國家 獨善其身 其實別的國家如果沒有往淨零碳排走 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全球的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去提升 綠能的投資的規模經濟 然後去創造綠能的成本的降低 來照顧整個全地球的地球存 讓大家綠能的路徑都可以走得更順 好 對於台灣電信業回歸到三雄局面 林志成認為隨著5G的佈局成本提高 吃到飽的價格不變 讓經營更加困難 電信業剩下三家並不意外 並且之後電信業比的 不是純粹的消費者市占率 更在意的是未來三到五年營收成長 大節新聞 高雄AWS雲端聯合創新中心 今天接牌營運 加速新創 接軌國際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帶您看到今天的國際重要財經報紙訊息 黃博社報導 積極學家估計 中國封城防疫成本驚人 每月損失至少460億美元 約為GDP的3.1% 紀錄時報報導 聯邦快遞宣布 掌舵長達50年的執行長史密斯卸任 華爾街日報報導 聯合健康集團以54億美元 併購LZHC Group 擴大提供家庭健康服務 日本經濟新聞索尼集團旗下的 索尼互動娛樂宣布 將在6月海外啟動訂閱服務 最多有740款遊戲可以玩 好 再來看到日經報導 蘋果將大砍手機跟耳機的訂單 衝擊相關蘋果供應鏈股價走弱 像是入籍廠商的例訊精密 過去一週就大跌超過百分之八 有分析認為 不只蘋果面臨砍單 電子產品需求出現放緩 尤其近期供應鏈成本大增 都讓下游廠商獲利受到壓縮 傳記發表會上 iPhone S13主打高性價比 不過日經新聞28號報導 受到俄烏戰爭和通膨壓力影響 蘋果將大砍iPhone 13 iPhone S13 Airpods 等三大產品限訂單 陸續蘋果供應鏈股價重挫 力訊過去一週就下跌超過百分之八 各升學下跌百分之六 藍絲科技也下跌超過百分之四 臺灣方面鏡頭廠大力光跌幅較重 組裝廠鴻海合碩維持平盤震盪 美系外次報告預估iPhone S13電子代工服 服務廠商上半年備貨量從原先一千八百萬隻 下修到一千兩百萬隻 下修幅度達到百分之三三 市調機構分析指出 其實不光是蘋果 所有電子產品需求都在砍單 這跟全球經濟有關 需求疲弱是最大的問題 蘋果下游供應鏈廠商 近年牟利明顯受到壓縮 去年以來全球供應鏈調度困難 成本大幅上升 現在又有中國疫情干擾 部分業者只能被迫自行吸收 不過對蘋果公司來講 除了硬體營收 上有相關價值服務 挹注 股價是連續多天大漲 二十九號衝上一百七十八點九六美元 比近三兆美元市值 新唐人亞代電視王冠寧 沈為童 臺灣代表報導 好 為了培育數位轉型人才 高雄市政府和亞馬遜網路服務 以及加石達旗下的巨獸科技 全部高雄AWS雲端聯合創新中心 接牌營運 尤其5G和物聯網產業 以及半導體成為產業轉型主軸 業界也盼望加速新創 接軌國際 亞馬遜網路服務 攜手加石達集團旗下的巨獸科技 在高雄雅灣新創園區成立AWS雲端聯合創新中心 三十號正式營運 高雄市長陳其邁 AIT高雄分處長 宇道瑞 產官學界人士出席 接牌儀式 目標加速大南方的數位轉型 打造新一代的數位互國群山 AWS局長 高雄雲端聯合創新中心成立之後 將為新創公司開發專屬雲端運算服務 做斷產品開發 驗證到拓展全球市場所需時間 我們看到不管是經濟的發展 還有這些創新的應用 甚至現在這些烏克蘭的戰爭 後面其實都是有很多網路技術的一個支持 所以我們也非常認同就是說 高雄的青年怎麼樣可以協助做在地的創業 5G AIOT與半導體 成為高雄產業升級轉型 兩大發展主軸 高雄市政府也表示將會跟大廠合作 提供5G AIOT基礎設施 從福島孵化到加速企業成長 提供全方位服務 新唐人亞代電視 李俊榮 沈為彤 臺灣高雄報導 好 來看到美國記憶體大廠美光 是公佈第二季的業績 以及第三季展望 都由於市場預期帶動股價大漲 美光表示資料中心已經超越了行動市場 成為記憶體最大市場 而俄屋局勢不會影響美光的產能 但生產成本可能會增加 美國記憶體大廠美光29號公佈第二季財報 第二季營收達77.86億美元 高於市場預期的75.5億美元 美股盈餘2.14美元 也超過市場預期的1.99美元 展望第三季 美光預估營收將達87億美元 同樣高於分析師預估的82億美元 業績展望樂觀 帶動美光股價上漲 盤後一度大漲6.5% 美光執行長梅羅塔表示 去年資料中心已經超越行動市場 成為記憶體跟儲存的最大市場 展望未來10年 在雲端和記憶IT投資的推動下 資料中心的需求增長 將超越整體的記憶體跟儲存市場 美光也預期 隨著PC需求放緩 預估今年PC出貨量將與去年持平 在乌爾局勢方面 美多塔說 戰爭讓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面臨壓力 但美光在過去幾年 已經將供應鏈多元化 並保持適當的原料 和惰性氣體庫存 此外 美多塔表示 中國重啟封城防疫措施 對全球電子供應鏈帶來的風險 新唐人雅勒電視葉恩傑編譯 臺灣老字號食品製造大廠義美 今天歡慶88歲 將打造亞洲最大的冷凍真空食品廠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來看到金管會昨天是公布純網路銀行最新的經營概況 截至今年一月底 三家純網銀都是虧損的狀態 累計虧損44億元 其中虧損最多的是LINEBANK連線銀行 虧損22.74億 據號稱純網銀國家隊的江南銀行 昨天才剛開業 卻已經賠錢13.84億 對此 臺灣首家的網路數位銀行 網道銀行董事長洛宜君也表示看法 有新的網銀的加入 對我們來講正向的訊息就是說 希望政府能夠因此而開放更多的數位相關的一些政策 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空間 不只是在臺灣競爭 甚至可以到亞太區進而在世界上面競爭 洛宜君也提醒不要純粹為了充開戶數 而是為了股東權益報酬增加獲利 才是網銀經營要著目的重點 再來帶您看到臺灣老字號食品製造大廠義美 今天是舉行八十八週年活動 總經理高知名許下三個心願 其中一項是由義美工程團隊自行研發 大型儲能離風儲兵系統 將打造亞洲最大的冷凍真空食品廠 臺灣老字號食品製造大廠義美歡慶88歲 廣邀全臺1934年出生的長輩 一起來慶生 總經理高知名也許下三個願望 包括公司2030年碳排量減半 2050年近零碳排 今年10月生機生衣大樓落成啟用 以及完成臺灣還沒有人做的 大型離風儲兵系統 削風填骨把它拉低這個契約容量 拉低這個尖峰耗電量的一個做法 我們做啟用以後我們是全亞洲最大的 冷凍真空乾燥食品的生產工廠 公司的工程師自己設計規劃建造 對於惡物戰爭影響玉米小麥大麥籍 葵花紫油等原物料上漲 許多國家也面臨斷貨危機 醫美是否有調漲動作 高知名表示除了原物料上漲 還有隱藏的是能源的費用 可能增加很多 以及人力成本 調整待遇是必然的 你調整待遇調整的時候 原物料價格上升 然後這些能源價格上升的時候 其實就是說 產品的價格必須調整 但是我們公司是比較不一樣 就因為2000多種商品 不可能這樣平均 所以我們會選擇評價 被問到走過台灣88年 最值得驕傲的是 高知名說帶領事業往前走的時候 維持傳統兼顧創新 面對現實的競爭 還要做一些未來的事情 要讓大家看看88周年 繼續往前走的時候 會帶給台灣什麼樣的價值 以此作為產業的參考 這也是高知名最大的心願 新唐爾亞太電視 是胡舒霞 張妍杰 李晶晶 台灣桃園報導 好 帶你看到明天 三月三十一號星期四 重要的財經活動 OPE Plus召開會議 以及美國發布二月 個人所得已知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發布二月的電信實驗 移運時機 另外是長榮行 以及中信經發售會 以上是三月三十號的 新唐人財經新聞 謝謝您的收看 我是沈維彤 再會 小明星期四 小明星期四